这谁的这小车啊 你看看这个 你看 这种车划车 这真好气 哇 这什么车呀 可以呀 这车一定可 这么大个 这这小划车啊 这么年轻啊 这谁家的 这有钱啊 这怎么着着 这么倾气啊 太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托托慢点 你怎么跑来了 托托 托托慢点跑 慢点啊 爸爸 他 我回头再给你们解释 爸爸 彤彤 开不开心啊 妈妈呢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爸妈 伯父伯母你们好 我是李主谋 彤彤的爸爸 你就是那个 当年欺负了我女儿 让我们全家 分开了五年的 那个混蛋 爸 爸 老头子 有话好好说 你给我记住 在我有生之年 你不要再想 踏进这个屋子 半步 爸 你给我走 爸 老头子 你这是干什么 走 走 伯父 你慢点 你干嘛 伯父 永远不要进 我们家的半步 伯父 你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伯父 妈 你看着她 伯父 你听我解释 童童 童童过来 童童不哭了 不哭不哭了 爸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 是我考虑的不周全 我们没有跟您商量一下 就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 他是童童的爸爸呀 您就消消气吧 爸 消消气 你让我怎么消气 当年你不顾我的反对 离家出走 未婚生子 这五年你没有 踏进这屋子半步 你现在结了婚 才跟我们说呀 你心里还有没有 你的父母 你还考不考虑 我们的感受啊 爸 这么多年了 你知不知道 街坊邻居 都是怎么议论咱们家的 你想过没有 你妈妈想你 半夜偷偷地抹眼泪 可是你 还是那么没有鼓起 转了半天 你还是找那个当初 抛弃你们母子的男人 结婚了 你 你气死我了你 政府啊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你看孩子还在这呢 妈 你们先回卧室 你 童童不哀不哭了 爸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错了 这些年我对不起你们 爸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爸 亏了你还知道 我是你爸爸 你还知道是谁 你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成人的 童童是咱们家的血脉 我们认了 可是那个姓丽的 她当年伤害了你 破坏了咱们的家庭 我不会接受她的 爸 爸 你看你神神骂气干什么呀 小童 小童 快快快 快起来起来 你跪着干什么呀 你起来 你爸他耗面子 这么多年了 他内心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总得让他发泄发泄吧 你快回屋去吧 童童刚才吓坏了 你去哄哄他 你爸爸那边啊 我去劝劝他 好吧 这是我当年来南京的时候 别人介绍给我的 尝尝看 好好好 给爸爸一说 伯母 我听说 您有糖尿病 这是我帮您准备的无糖酥糕 试试看 好 谢谢你啊 还有这是我早上去买的 蟹黄烧卖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个是我们老屋啊 最爱吃的了 我们老了 腿脚又不好 再加上这个店呢 离我们太远了 要不然我们家餐桌上呀 估计天天的人 就要有他了 爸 这是皱眸今天早晨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城南买的 您吃热吃点吧 来 哥 童童乖 以后我每天 都会派专车接送 今后你们二老 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 我哪里也不想去 有钱就了不起啊 你这你几老头子 这谁的车 这什么车啊 你看看这 你看 这什么车 这真好气啊 哇塞 这什么车啊 这什么车啊 谁的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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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个 这 这车 这什么车啊 这么年轻啊 这么年轻啊 这什么车啊 这有车啊 这有车啊 这么多热气啊 这有车啊 太疲烦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图图 慢点 你怎么跑来了 图图 慢点跑 慢点啊 爸爸 他 我回头再给你们解释 爸爸 图图 开不开心啊 妈妈呢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爸妈 伯父伯母你们好 我是李主谋 彤彤的爸爸 你就是那个 当年欺负了我女儿 让我们全家 分开了五年的 那个混蛋 爸 爸 老头子 有话好好说 你给我记住 爸 在我有生之年 你不要再想 踏进这个屋子半步 爸 你给我走 爸 老头子 你这是干什么 走 走 走 伯父 你慢点 你干嘛 伯父 永远不要进 我们家的半步 你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伯父 妈 你看他 你听我解释 童童 童童过来 童童不哭了 不哭 不哭了 爸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 是我考虑的不周全 我们没有跟您商量一下 就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 他是童童的爸爸呀 您就消消气吧 爸 消消气 你让我怎么消气啊 当年你不顾我的反对 离家出走 未婚生子 这五年你没有踏进这屋子半步 你现在结了婚才跟我们说呀 你心里还有没有你的父母 你还考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 爸 我这么多年了 你知不知道 街坊邻居都是怎么议论咱们家的 你想过没有 你妈妈想你 半夜偷偷地抹眼泪 可是你 还是那么没有骨气 转了半天 你还是找那个当初 抛弃你们母子的男人结婚了 你 你气死我了你 政府啊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你看孩子还在这儿呢 妈 你们先回卧室 童童不哀不哭了 爸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错了 这些年我对不起你们 爸我真的错了 救救你原谅我好不好 爸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爸 你还知道是谁寒心如苦地把你养大成人的 童童是咱们家的血脉 我们认了 可是那个姓丽的 她当年伤害了你 破坏了咱们的家庭 我不会接受她的 爸 爸 你看你生生妈气干什么呀 小童 小童 快快快 快起来起来 你跪着干什么呀 你起来 你爸她好面子 这么多年了 她内心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总得让她发泄发泄吧 你快回屋去吧 童童刚才吓坏了 你去哄哄她 你爸爸那边啊 我去劝劝她 好吧 这是我当年来南京的时候 别人介绍给我的 尝尝看 好好好 来 给爸爸一说 伯母 我听说 您有糖尿病 这是我帮您准备的无糖酥糕 试试看 来 好 谢谢你啊 还有这是我早上去买的 蟹黄烧卖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个是我们老屋啊 最爱吃的了 我们老了 腿脚又不好 再加上这个店呢 离我们太远了 要不然我们家餐桌上呀 估计天天都要有它了 爸 这是咒谋今天早晨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城南买的 您吃热吃点吧 来 哥 童童乖 以后我每天都会派专车接送 今后你们二老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 我哪里也不想去 有钱就了不起啊 你去你去老头子 很开放 这是这个人 真的吗 我好